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大家早上好 这里呢,我今天做一个视频 是针对大陆政府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政协主席 梦阳以及中国大陆的海峡论坛 还有天下的中国人 我这里为什么要在这里做个 等一下 我把这个 因为我这个视频呢 我在这里做呢,一般的人是看不到 所以呢,只有这个 这里做个视频 这个今天 这个主要内容是 台湾已经,蔡英文已经宣布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国家 两千三百万台湾人 有权选择自己的总统 有权成为自己的国家 大陆必须承认 他要求呢,四个必须嘛 大陆必须承认 中华民国台湾的地位 另外,必须承认 台湾人民有权自己 决定自己的民主方式 这必须 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来处理两岸的歧见 必須是政府對政府所授權的公權的坐下來談,也就是要和平、對等、民族、對話。 大陸準備好,如何回答的那個。 大陸的軍事準備,反分裂了,他已經宣佈了,反分裂法啟動的準備好了沒有,軍事鬥爭的準備好了沒有,法律鬥爭的形式準備好了沒有。 我今天請來一個法律鬥爭,因為蔡英文是一個法學博士,他這些觀點都是法律上都是假命題、偽命題。 大陸的學者千千萬,工資那麼多。 我在網上前那時候,陳孔立,還有那個廈門大學院長李鵬等等一型人,四型四人。 這次在廈門舉行這個論壇,你法律問題你解決好了沒有,你批判這個四個必須,還有八個字,和平。 對等,民主交流,你準備好了沒有。 我認為,你現在從現在目前,從李鵬的那個四個人到華盛頓來, 就是你年中年底七年年底,七年我去了裁判以後回來以後,正好碰到他們舉行這個兩個問題那個專家論壇,他們自稱是專家耶,工資耶。 我認為他們的回答實在是不敢公圍,我們覺得在法律概念上都不清楚 我今天對話的層次,我想直接對中華人民共和主席習近平主席和全國政協主席 既然大家都在台灣問題上已經長期接觸了40多年了,我相信你們跟我是同名人 在這個問題上,你們身居高位,有更多的理論上研究 但是我認為劉少奇說的話,我們在理論上的準備是不夠的 理論上的基礎是不夠的 首先,我們現在兩岸關係是屬於什麼狀態? 維持現狀是維持的什麼現狀?是和平現狀還是戰爭現狀? 第一個問題,我問大家,兩岸關係是什麼關係?是和平關係還是戰爭關係? 李鵬回答是和平發展關係 請問習近平主席,你認為李鵬,廈門研究所所長,李鵬所長,兩岸關係是和平發展和融合發展的關係?對不對? 首先,我認為這是表面現象,沒有看到本質 因為他作為院長也好,博士也好,我認為就可惜了 就像臺班人認為蔡英文是博士一樣 一出口一張,中華民國蔡英文是一個國家 這個簡直就是一個外行人說的自相矛盾的話 都能在蔡英文兩天三百萬人還信以為真 就像是打的麻藥一樣 這麼一個自相矛盾的話 自己連對到中華民國憲法都講不通的話 還認為他這個是捧為小英統統 應該叫做戰犯小英叛徒 因為他是一個,這句話就是把中華民國賣了 好在台灣他不是中華民國的政府 他沒有資格做中華民國的政府 這個前提這個判斷這個判決書是什麽時候給的 1971年全世界主權國家召開的26屆聯大做出的2758號決定 決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 是唯一代表聯合國憲章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 從此,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 思想性過去了,怕死已經不存在了 沒有失去的代表性 你既然是中華民國政府,我反問一句 中華民國現在還在啊,中華民國還在聯合國憲章 那你爲什麽不是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呢? 你爲什麽不參加聯合國的任何組織都不允許你參加呢? 這不是反政法,證明了你不是中華民國的政府嗎? 只要是中華民國的政府,你就參加聯合國大會了 衛生組織在這兒參加了 這不是一句話就把你反問了 你不具備它的必要條件,更不具備它的充分條件 你充分條件,你小心你要代表中華民國你就發聲了 沒有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代表中國發聲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是我們,我們的工資是怎麽回答的? 我們的工資是這麽說的,對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華民國就沒有了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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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修了 這個是不對的 這個是缺乏法律知識的 你在同一個地點,你在華為的地點,你說你說你說 你說這個是現在我們不叫華為了,叫華平了 不行的,同一個地點只能夠做事一個公司,你在哪個地方去做事一個公司 你首先要把前面一個公司給註銷了,做廢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你先得把 現在第一個必要條件是什麽? 必要條件只要把滿清政府廢除了 你們要廢除了,你就宣布成立中華民國 那個就是那個就是不成立的 在一個地點上不能允許兩個國家 你那個兩個國家,這個就叫自向矛盾自洽的 你那叫的,沒有人承認你,就不是主權國家 你就是個土匪,戰三為王 所以呢,這個呢,法律的知識呢,我們準備得夠不夠 我這裡提醒中國共產黨 還有,中國政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學院會議 這14億人民拿起法,務必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不斷地提高自己稅這個法律知識 美國這個,入籍的考試一百道題 第一道題,叫做什麽是美國民主的原則 請問,各位公知,各位全媒,各位兩岸問題專家 請問,什麽是中國民主的最高原則 請問,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大學間法律專家 請問,台灣的民主自稱是燈塔 請問,最高原則是什麽 美國的,回答給大家一個 美國民主的最高原則叫做Constitution and one nation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也就是,民主的最高原則是這個國家的憲法 這個國家是一個整體,不能夠分割 公正,讓每個人的公正,平等 這就是美國民主,我希望中國的民主打了這麽長時間仗了 美國民主打了4年就完了 中國民主打了70年就打不完 內戰打不完 林肯說,我們現在 林肯在Garrett斯波爾發表的聯講說 87年前,我們的祖先國父們 在這個土地上建立的這個國家 他孕育著自由,並且給人們一種理念 這個理念就是人身而平等 當前我們正在,我們國家正經歷著一場內戰 我們在,我們在考驗這個國家 我們今天,這個地方同樣是對 中國大陸,中華民國人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來講 我們現在在考驗,究竟這個國家 或者說這樣一個主張人民民主的國家 或者人民的共和國,能不能夠有這種法治的精神 保持一種讓人民遵守這個一個國家而不分裂 能不能夠遵守在法治面前人人平等 能不能夠遵守這個憲法的權威性 你還不要說共和其他的 然後才說了 這就是我們戰爭的目的是什麼?就是圍了這個目的 實際上就是圍了南北戰爭嘛 南北戰爭嘛 南北戰爭嘛 圍了這個國家 林肯為什麼拯救了這個美國呢? 梅利堅呢? 所以呢,他就是因為我們在考驗這句話 德爾斯波爾學演講,大家可以去看 對吧?最後他就說 我們不能讓那些人為我們戰爭死去的那些千千萬萬人民 這個呢?講那個精神的自由 讓人家享受民有,民智民想的政府 不能從地球上消失 那麼中華民國那個政府是不是 是中華民國的政府 中華民國的大陸政府 中華民國的臺灣政府 臺灣省政府 是不是保證人民能夠在憲法的條件下 一個國家不分裂 保證他每個人都有平等和自由發展的權利 第一條 是不准分裂 你不准分裂 你說 你臺灣人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臺灣人 這個就是分裂 所以說 第一個 你合不合法 我們的工資 但是我就沒有聽說過 從 蔡英文到 胡錦濤到 毛澤東到 鄧小平 我就沒有聽說過 大陸管大陸也叫中華民國的延續 毛澤東在1940年的時候 在統一之前 在宣布之前 還說 我們要建的新中國 就是民服氣實的中華民國 為新民主主義的中華民國而奮鬥 後來就不這麼說 這個提法就變了 法律預計是什麼 你沒有把中華民國從法律上完全消滅 還在聯合國憲章上 聯合國憲章那個 中華民國是中共代表董碧虎從意接收的 你沒有註銷它 法無明確規定 不得廢除 這是法律 聯合國法律 還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華民國 這個國家 而不 你不去代表 你就被台灣 蔡英文就 抓著空子 蔡英文他就代表 但他就沒有名分 他就這樣一個小老婆 又想當婊子又想立台方 他沒有這個資格 還要去做中華民國的政府 法律關係就是這麼一個關係 什麼四個必須啊 第一個必須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國家 當然是不成立的了 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必須正式中華民國存在 中華民國當然存在了 中華民國肯定是 現在還在聯合國憲法上 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肯定也叫中華民國 因為你既然是代表中華民國 你就是中華民國 你沒有推翻的 你的憲法上寫著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新改革命 推翻了滿清的政府 創立了中華民國 但是他的反封建 反帝國主義的歷史任務沒有完成 沒有完成就存在嘛 所以中華人民國的成立是什麼 就是中華民國的延續嘛 所以說這是一個最大的誤判 習近平請習近平同志 務必要搞清楚什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民國其實的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他的真正的名字就叫做中華民國 請蔡英文 這個小英民進黨 叫做台灣省政府也好 叫台灣臨時的政府也好 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台灣是中華民國PROVES 是中華民國台灣省 這是1949年 1945年 宣佈成立的 到現在 李登輝廢除了 但是他的 你廢除了 但是你還是那個 你叫其他名字都不重要 你把 你把省的概念取掉了 你留一個國家的 那些國家的名字 台灣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 是一個PROVES 這個在 我這麼講英語的話 大家是 美國人 特朗普應該很清楚 我們的定位 你不管你在準備跟台灣建交也好 你準備去跟那個什麼呢 進一步提升台灣的歷史關係好 我告訴你 台灣就是一個中華民國的PROVES 台灣被政府的省 而不是一個Nation 不是一個國家 也不是一個州 州它的主權是獨立的 所以兩岸不存在聯邦關係 它是單一制關係 就是上下級關係 所謂的王定宇他們說 中央和地方關係 就是中央和地方關係 就是中央和地方關係 蔡英文和高雄是什麼關係 北京和台灣就是這麼一個關係 所以 這第一點要搞清楚 第二點 告訴大家 尊重2300萬人民 對民主自由的堅持 沒錯 你只要尊重法律 尊重中華民國憲法 就堅持同意你 你只要承認你是中國人 你堅持什麼 你堅持台灣是獨立的國家 你堅持台獨 對不起 那就要把你驅逐逐境 誰要堅持 誰要堅持 背叛中華民國 誰要堅持 另一個 一中一臺兩個中國 那麼 就 這個學人 就是 因為 就要引起分裂了 分裂了就會有引起分裂的戰鬥 你要經過戰爭的洗禮 那麼 戰火燒身 引火燒身 那就對不起 法律就會用法律的武器 聯合國維護這個 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中華民國這個權力 支持你 你們這樣子搞分裂 搞叛變 搞兩個中國 搞一中一臺 搞台灣獨立 因此 所帶來的一切後果 那都要自己的幫自己 你自己負責 這就像你不遵守 那個 COVID-19 那個 疫情的隔離手段 你感染病毒 你要是出了什麼意外 搶救是人道 你死了 是自己對自己不負責任 你這麼樣子去搞台獨 是自己對自己不負責任 是自己對國家的憲法不負責任 是自己對自己的祖宗 對自己的兒女不負責任 這是第二點 你必須尊重 全中國人民是台灣的主權者 全中華民國的四萬萬同胞 同樣是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者 第三個 必須利和平對等的方式 現在對不起 我想告訴習近平主席 告訴中央軍委主席 告訴全國政協的汪洋主席 兩岸現在不存在和平對等的方式 兩岸現在是一個我們正在進行的一場 三位統一的三位結束的內戰 南北戰爭 解放戰爭還沒有結束 所以不存在和平 和平不存在 和平的基礎要經過三個條件 還有三個程序才能經過和平 第一投降 第二戰爭 結束戰爭 第三簽訂 和平 就是永久和平的那個協議 就是原來簽訂的雙十協議 你沒有簽訂的雙十協議 雙十協議 雙十協議只保存了兩年 1945年 抗日戰爭 結束之後 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南京 在重慶 重慶判辦 簽訂了雙十協議 但是只保存了兩年 蔣介石叫一個黨一個國家 一個主席 一個總統 所以就把 就像現在的小英零一樣 主席沒那談 就打起來了 這兩個就談 天吾二日 對吧 那個那個 蔣介石就說 蔣總正就說 天吾二日 對吧 國家只能有一個總統 對吧 所以這也是啊 現在美國也是這個太多心態呀 霸權的心態呀 這個世界只有美國一個人 可以稱謊稱霸 其他的人就不允許你 蘇聯也不行 你中國也不行 這就是說 蔣介石 現在就是蔣介石的一個心態 那個蓬佩奧 就是同樣 美國這個霸權就是這麼一個心態 就是天吾二日 天上只有一個太陽 所以呢 你呢 就是不合法 現在世界聯合國可怎麼樣 聯合國設計的是有五個世界影響 五個太陽 大家要民主制嘛 就要表決嘛 就是聯合國呢 就是主權國家的一人一票嘛 一個國家代表一票 你通過了才行 美國不行 美國這個 美國這個 美國才叫真正的獨裁 真正 美國才是從民主走向的 徹底的獨裁 所以說 我們討論這個民主啊 美國的民主的一個這個這個這個制度啊 讓我們非常困惑 為什麼 一個自稱為世界民主之心 啊 這麼好的一個美麗的民主 那個民主制度 而結果的 去培養出來 特朗普這樣的一個 一個專制獨裁的一個啊 奇葩 啊 朝令夕改 啊 讓美國人這個臉上蒙羞 讓民主蒙羞 讓共和蒙羞 第四個 必須是政府 或者是政府的 政府對政府啊 啊 geriment by government 啊 對不起 聯合國 275821 承認 只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唯一合法政府 是代表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 主權國家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灣是地方的 province 啊 geriment 不承認 當年 荷蘭 被那個 西班牙給統治了 一樣 荷蘭也順從了 你順從了 這個問題 兩岸問題就解決了 就不用戰爭了 不用這個 這個 兵龍 你不能夠承認 你不承認 那麼就法 法庭上建呢 法庭呢 聯合國在法庭上建完了 那麼現在已經同意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的唯一代表 啊 那麼你不同意 那麼中華人民解放軍就百萬雄屍過大海 原來是過大江 那麼你台灣就是大海裡的一條魚 等著送人魚肉嘛 就大海裡的魚肉嘛 就老人魚海裡被他牽回了這個 就牽回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這個回報裡面來 你想 你想 美國能夠 能夠來救你嗎 日本能夠來救你嗎 台灣是提出這個法律問題呢 按照聯合國來執行法律這個 聯合國的法律 這不叫武統啊 這叫法治啊 哪個國家能允許自己的 自己國家搞分裂呢 哪個國家能允許自己的叛徒 新增的叛徒 這個美國不會為 蔡英文這個叛國集團 流血 他美國願意賣武器賣牛肉 因為他賺錢 他沒有為這個台灣判分裂 而願意必須付出美國人的 這個 這個 美國人的生命 美國人的先選 美國人沒有這個必要 日本人也沒有這個必要 日本人把他臨走的時候 把他原來的30萬移民都留在了台灣 現在還有2萬移民沒有走 現在我在考慮 現在一旦戰爭爆發 這2萬人怎麼樣的趕緊轉移 有沒有時間轉移 因為戰爭一來 說來就來 激風暴雨的 首先是定點清楚 然後使這個機場導彈基地 或者那個雷達雷達觀測彈全部摧毀 能不能全部摧毀 我覺得現在這種高度精密制導 高度這個現代化軍事高度精確的情況下 我相信中國的實力不比美國差 在精確制導方面,而且又是這麼短的距離,在一兩百公里之內,不是打在白宮總統府的辦公桌上,而是打在蔡英文的辦公桌上,這個沒有問題。 誤差不到一公尺,誤差不到一米,準確制導,沒問題。 至於哪個願意為台獨而奮鬥到最後一滴血,都可以。 多少人都可以,願意為台獨去犧牲,願意為台獨去流血,那麼就去喝,去較量。 這個就是內戰Civil War,去博弈嘛,誰打贏了,誰就做這個中華民國的政府。 皇帝和自由在鼓手上映的時候,誰就打贏了,誰就打贏了,整個千軍萬馬,東都扶桑。 你們,我現在跟大家說東都扶桑,你現在大家不服氣。 你打贏了,你想起大海說的那句話。 如果你不打了,你投降了,你也想起大海這句話。 我不打了,我走,我去美國了。 始終不養爺,自由養爺說,我覺得這個是聰明的。 我根本不介入你們神仙打仗,百姓遭殃。 我何必呢?我又不願意為蔡英文去爭中華民國偉總統。 何必呢? 第二個,我解釋八字方針。 和平,對黨,民主,交流,對話。 第一個,和平不存在。 現在沒有和平狀態,兩岸現在是戰爭狀態。 兩岸現在因為沒有簽訂停戰協議,沒有簽訂投降書,沒有簽訂停戰協議。 第一,蔡英文不願意進行和平談判,兩岸不願意接觸和平談判,所以不存在和平。 沒有和平,兩岸現在不要喊兩岸一家親,那是騙人的,那是自欺欺人,瞞天過喊的騙術。 細法人家會變,假話人家會說。 兩岸一家親,明明是蔡英文跟你訂的,這是敵對關係。 兩岸是敵對關係。 跟美國都是親戚關係,跟日本都是情人關係。 怎麼?兩岸就是敵對關係,敵我關係。 沒有和平關係,沒有兩岸一家親的關係。 誰要說兩岸一家親的關係?那就是忽悠人的。 除非你的兒子在大陸,你的爹娘在台灣。 你們之間是一個family,兩岸之間沒有family。 family就是兒子和老子,爺爺都不算一個family。 這在美國是這麼概念,是這麼概念。 在中國不是這個概念。 在中國的概念,七大不八大愚。 只要我原來的祖宗,七大不八大愚,祖宗三代的時候,我姓李。 姓李的一家,天下姓李的一家。 這個叫做愚昧的文化。 這叫儒家的一個很愚昧的文化。 500年前是你一家。 你500年前跟現在的有什麼關係啊? 所以說我們這個民族主義啊,到最後還是一定要把它科學一點。 一個你歸宗的,沒有你自己的家庭,你就是老子和兒子。 兒子和老子。 國呢,是一個概念。 是一個主權概念。 是一個全民所有制的概念。 全體人民的所有。 這個是一個主權的概念。 國家是一個主權的概念。 所以說呢,人民集合在享受的一個平等的待遇。 你可以發現,我也可以發現。 自由,這個是一個概念。 但是必須遵守一個constitution。 我今天先把這個前提講完。 這個立場,法制的立場必須堅定。 你在動武之前,在兩岸開戰之前,在宣戰之前,首先要把法律搞清楚。 你這樣法律問題搞清楚了。 出師有名。 解放台灣都是合法的。 民政言順的。 天經地義的。 你打著解放台灣的旗號。 你遵守三大紀律,八項主義。 你宣布蔡英文是叛變中華民國的戰犯。 你就民政言順了。 因為你是代表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 你不承認你是代表中華民國的政府。 你怎麼有權力代表宣判蔡英文是冒煩的。 這個這個委總統。 是個叛徒。 是個賣國賊。 是個戰犯的。 所以你必須把你自己業名正身。 你習近平你是誰的國家主席? 你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國家主席。 你不是只代表中華民國在大陸的主席。 你是代表整個包括台灣地區的國家主席。 這樣你宣判蔡英文他是委總統合法。 這叫法律的關係。 這是法律的層次。 你是決策層。 他是一個叛徒。 叛徒。 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嗎? 分裂國家與反分裂國家。 現在的兩岸關係是什麽? 分裂國家和反分裂國家之間的關係。 反分裂國家者和反分裂國家分子。 分裂分子和反分裂國家分子。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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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隊、人民之間的鬥爭。 當然是少數的。 14億對蔡英文的一小撮。 台獨分子。 或者是說, 你救出了2300萬, 都是台獨分子。 也沒關係。 也是一小撮。 今天我講完了。 今天講到這裡呢, 時間短, 概念很清晰, clear。 就是回答蔡英文的四個必須。 八個字, 還有四個認知。 蔡英文你認知也好, 你不認知也好, 你是大學博士, 你是博士生。 我認為你的博士那個命題是不合格的, 是自相矛盾的, 叫自洽的。 所以你中華民國台灣是個國家, 這個不成立。 你到底中華民國是個國家, 台灣是個國家。 你說台灣是個國家, 他是中華民國台灣省, 你認知是自相矛盾的。 這個像你家的貓, 你把你家的貓說, 他的叫名字叫做蔡英文。 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我相信蔡英文的智商不至於那麼漏吧。 我今年76歲了, 我比你早到台灣, 我1947年6月28日到台灣了。 你說什麼228事件啊, 什麼忽悠什麼的, 我都清楚得很。 去年選舉十月份的時候我在台灣, 我知道你在那個高高陣。 我就說,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對吧? 那時候, 郭台銘, 那個, 那個, 韓國瑜把郭台銘給吃掉了。 然後, 那個, 蔡英文把賴清德吃掉了。 最後, 蔡英文又把韓國瑜吃掉了。 黃雀後面還有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我。 我在那看得很清楚。 我從去年七月份就開始, 我就對蔡英文宣戰了。 我雖然是, 我是一個台灣的聖人, 只是東方經濟的聖人, 我沒有權力。 但是你在法律上, 你在理論上, 你在美國這個舞台上, 你雖然能夠在CSS, 去拿錢去砸出來。 他們那個國際戰爭之後, 讓你開了一個講堂, 讓你去講。 但是, 我這個力量, 比你那個謊言要強得多。 林肯說, 你再高明的騙數, 你只可以騙一時騙所有的人。 你可以永遠地騙2300萬當中的那些, 跟著你的台東的那些人。 或者是美國那些反華的政客。 但是你永遠不能永遠地欺騙所有的人。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即使我死了, 我今天在這裡說的話, 都會比你的力量要大得多。 比你蔡英文的號召力, 影響力, 作用力都大得多。 因為我掌握著真理。 就像哈佛大學的校訓, 我愛真理。 我愛我的老師, 但我更愛真理。 對吧? 西北大學的老師, 就是要立心求真。 這一輩子我們就是要追求真理。 我希望大家都在追求真理。 你們想想, 我說的話正確, 還是蔡英文說的話正確。 習近平同志, 你就要想一想, 作為一個海外華人在這裡。 我在這裡啊, 給將來的這個國旗, 我原來設計這個國旗。 我設計這個國旗是這樣的一個國旗。 原來叫做中華民國的國旗。 中華民國的國旗是這樣的一個國旗。 原來這裡, 後面大家看到了沒有? 這麼看著沒有? 中華民國的國旗。 中華人民國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立心求真。 同情中國。 反讀促統。 那麼, 還有一種方案, 是這個五星五星上。 如果加拿大的那個什麼? 增加兩個星。 一個是台灣, 一個是海外華人。 因為海外華人是中國革命之母。 孫中山說的。 所以說, 將來這個七星有兩個方案。 這個叫七島七星。 北斗七星。 就變成北斗七星。 這樣一個方案。 我這裡呢, 在這裡提這麼一個行。 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仗打起來的時候, 解放台灣的時候, 戰爭打起來的時候, 小打不如大打。 我給習近平, 習近平, 我給你提個建議。 有些那個吳企人, 他說, 小打嚇唬一下。 你嚇唬一下, 你把台, 不能夠動了台灣的根本。 不能動台灣那個體制。 不能動台灣那個結構。 那個叫做什麼呢? 四倍功半。 你就是把台灣人的血, 你白打了。 你只是剁了一個手, 你斷一個小指頭, 你有什麼作用。 台灣的體制不變。 台灣這種反攻大陸, 搓混大陸, 這種心態不變。 兩岸關係, 永遠都是, 反攻大陸和國攻內戰, 一直要延續下去。 根本就沒有根本上解決問題。 要徹底的解決問題, 就是一定要全部的佔領台灣。 一定要徹底, 把這個兄弟的旗子插到台灣的總統府, 插到高雄的高雄港, 插到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不允許有任何的死灰復燃。 死灰復燃, 那就是對這個政權的復批。 可以走。 他只要放下武器, 可以放他走。 可以到美國去, 可以到日本去, 可以到任何國家去。 但是台灣那個地方, 是屬於全中國人民的, 屬於全中華民國的, 這個神聖土地。 所以, 不可以保留台灣的民主制度。 台灣的民主制度, 就是一個, 處誰三戶, 亡情必處。 完全是一個分裂國家的, 仿造美國製造的, 顏色革命的一個工具。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 就是六四, 還有法輪功。 所以呢, 內場一定要鮮明, 旗幣一定要鮮明。 你即使不懂得這個法律, 也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現在講人權了, 我們把人保留住。 屬於這個處理就這樣了, 聯合國也沒有說要廢除, 那個中央那個蔣介石的代表, 也沒有說要殺他呀。 。 他, 淘淘氣, 那麼大的和那個劉備, 孫年那麼大的恨, 殺了那麼多人, 最後還是, 關羽在那個華雄道還是把他放了一馬馬。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除了那些戰犯, 王康到底, 用那個戰犯以外, 其他的, 給他們一條出路。 其他, 我希望, 不願意跟大陸一起, 留在建設台灣的人, 也是趁早走。 沒意思, 對吧? 因為, 這個盜牧童不相為謀嘛。 這很, 很對。 我在你的人那裡, 我覺得我自己, 言論不是有, 我覺得我自己在這裡, 我說要服從習大大的領導, 我何必呢? 我去找, 到了陰天地府, 我去找蔡英文我的願意, 那你就不要選擇留在台灣。 當然, 這一點你準備好了沒有? 我今天的講話是對習近平來講的。 在這裡, 在美國這個地方, 就是要有允許你這個人, 發表你的不同的意見。 人他都有, 我在沒有衝我的屋子, 我沒有影響社會, 現在外頭國旗, 漂亮的國旗, 心跳氣永不落, 我維護這個統治, 這個制度。 OK。 我給特朗普提出這麼多建議, 他聽也好, 不聽也好。 就像我給你, 習近平提出這個, 剛才這個, 上面一些建議, 問你準備好了沒有? Are you right there? 你沒準備好, 就說沒準備好。 No, I continue. 但是我告訴你, 聯合國吸收中華人民共國, 進入聯合國的時候, 聯合國也沒準備好, 毛主席也沒有準備好, 毛澤東也沒有準備好。 1949年, 在北京成立, 中華人民共國成立的時候, 也沒有準備好。 但是很多事情, 多少次重來急啊? 一萬年開球, 只爭朝夕, 就這麼樣的摸走摸走摸走。 我們現在, 你幹的時候才知道, 中華人民共國成立宣佈改的國號是不對的。 鄭小平提出的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實踐是實踐不了的。 香港的實踐證明, 這裡面是, 你只把主權收回來了, 經濟主權沒有收回來, 只把主權沒有收回來, 你教育主權沒有收回來, 那些人還是在被英國人操作, 還是被美國人操作, 所以你香港還沒有實現真正的統治, 還要第二次光復, 就像台灣一樣, 還需要第二次光復。 我講的對不對呢? 大家想一想, 今天我講到這裡, 希望一將盛勇追求後, 不可顧名學霸王。 你不要搞一個什麼, 宋相公留個尾巴, 留個尾巴是給自己留下的禍害。 你一定要徹底解釋這個問題。 你不解決這個問題, 你留個脫油瓶, 留一個什麼事情來講, 你對國家來講, 對人民來講, 人民不希望, 你搞清楚, 你搞得不清楚, 這個就像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就是不清楚, 到底我叫中華民國, 還是叫中華人民國, 還是叫台灣民國, 這不清楚, 現在我搞清楚了, 台灣就叫中華民國, 台灣省, 中國大陸就叫中華人民國大陸政府。 這個完全是法律講清楚了, 法律講清楚, 切實就是民分就定位了, 你定位了這個問題就清晰了, 不存在爭議了, 你該走的走, 不該走的就留下, 不想走的就留下, 好好建設, 想不想不想跟你一起過的, 就離婚, 就分家, 就走, 這個就法律允許你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在這點一下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